監視器畫面拍下 連性嫌犯來到郵局前 從包包裡拿出一封信 投進郵桶 而他寄的就是這一封恐嚇信 這封恐嚇信寄給台中 一名知名建設公司董事長 信封上寄件人地址 寫著大甲鎮藍宮 信的內容則用毛筆寫下 要捐一億元現金給媽祖 否則送慶祭給您 最後數名董事長延清彪 由於建設公司董事長與延清彪 兩人恰巧是多年好友 雙方紛紛報警 恐嚇性的事情 都我不清楚 警方花了兩個多月 逐一比對50個油桶附近監視器 好不容易逮捕犯嫌 我們有受理到罷案的 目前確定大概有三四位 警方調查 這名70多歲的離心犯嫌 住在台中太平 他不只寄出一封恐嚇信 目前警方掌握一共有15封 分別寄給不同受害人 只因為政治歷程不同 就冒名寄出恐嚇信 幸好順利在大甲媽祖 繞境前侦破 以恐嚇取材 未造文殊罪 移送台中遞檢 記者徐文物彭新 台中報導